哈喽大家好我是盖碧珍 昨天卡达克洛商务俱乐部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商务下午茶 这次下午茶呢我们迎来了不同行业的营营企业家 还有行业的专业顾问 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回顾他们在下午茶期间 自己对行业的一些洞察 还有包括自己的服务和经验 希望呢这以下的回顾对您会有所帮助 我们首先来看两单行业 第一个呢是属于新能源行业 第二个呢是旅游行业 为什么要把这两个行业绑到一起呢 大后你就知道 我们先来看一下新能源行业 这个分享的是来自于国内山东的一位力学家 他来到荷兰之后呢已经在光伏行业做了有12年了 他跟我们的分析是 首先的话呢我们看到荷兰的这个生活用店 它的成本是逐年在上调 另外一方面呢政府的鼓励很多家庭 去安装太阳能板 因为呢这个如果你安装之后呢 我们的公司给你开了发票 其中的21%都增值税是可以进行申报和退回的 这个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环境 不管是政府的税收优惠 还有呢就是政府在这一块用店的一个成本上面 在这个大环境下面的话呢就是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太阳能板它产品的本身的一个提升 最早的太阳能板呢它的生就使用周期只有10年 而现在的话呢可以达到25年 那我们的这个理器也将给大家算了一个账 如果呢你安装太阳能板后 那几乎呢是在第6年的时候 你会把整个安装的成本就收回来了 从第6年到25年之后 其实都是呢一个免费使用的一个过程 不管呢是对你的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投入产出比 这个成本上来说 还有呢对于这个环保节能来说 其实呢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一个方向 值得我们的这个家庭去思考的地方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这个旅游行业 这次过来的话呢有两位旅游行业的这个就是说企业家代表 一位呢主要是做呢就是国内的这种商务接待 另外一位的话呢另外一位他本身的话呢是做这种旅游平台的 就是通过一种算法 然后可以在平台上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预定 其实是属于欧洲版的booking.com 然后他这个平台的话呢之前在谷歌的排名都非常高 然后他这边给我们分析的是从全球的旅游行业 他全年有八个亿美元的一个这样子的这个营业额 那当然这是平均值刨开了疫情这个特殊阶段 那在接下来面临的一个情况是呢就是说大家还是有意愿要出去旅游 但是的话呢由于刚刚说到的这个节能减排 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 所以说呢由于在旅游过程当中如果是长途旅游 我们使用的大巴呀飞机呀它的一些燃油 这块的话呢都是对环境污染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 所以说呢自然而然航空公司他会去增加的这个机票的这个这个价格 也就变相增加了我们的旅游成本 所以说呢我们可能会看到一段时间 有部分的旅游会转成呢就是在近郊内 可能是你自己生活的一个这个国家范围内 好那当然呢这个可能是周期性的 如果呢后期出现这种比如说电动汽车 或者说低能耗的飞机 那这块的话又会再一次刺激大家做长途的旅行 那这个呢就是对这个旅游行业的这方面的一个分享 那他这边建议的话呢其实就是为了考虑下一代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个对能源和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资源的一个消耗 其实是已经是过剩了 他建议的话呢很多企业家呢其实应该是从中长期考虑 把自己的企业模式转变得更加的低能和环保 也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未来和下一代的成长 所以说呢就不管是新能源行业还是我们的旅游行业 已经是有这方面的一个这个对环保这一块的一个这样子很强的一个意识了 那好我们这边讲完这两个行业之后再来看看后面两个行业 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餐饮行业 相信大家呢也比较关心 因为我知道呢在荷兰生活的一些华人朋友呢也过来找过我 就是他们有计划呢在荷兰这边自己开一些新式的概念一些餐厅 OK那我们先讲讲餐饮行业吧 昨天来的一位这个企业家呢 他本身的话呢自己是有经营几家餐厅 而他呢自己也是餐饮行业本身也是一个投资人 他也可以呢为一种就计划做餐饮的一些朋友进行这方面的一些咨询和指导 他给我们分析的是什么呢 首先呢现在荷兰这个市场越来越多的这样子的一些餐饮行业的同行进入进来了 再加上呢有更多的这种国际背景的消费者也进入了荷兰 那消费者呢他对这个餐饮行业的一个需求 他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了 但是呢作为他呢因为主要是做中餐 他从中餐的角度和大家分析是什么 就是现在很多消费者呢喜欢通过一些西式 比如说法式的这种我们的一个配餐的方式 来给消费者们提供这样子的中餐的服务 就是一个转变然后另外的话呢是消费者呢比较喜欢 能够在就餐过程当中能够体验一种仪式感的 一种就餐的一种一种方式 然后第三点呢他提到的话就是对于我们现在 因为有一部分消费者一方面呢喜欢这个亚洲菜 但是的话呢其实在做选择的时候呢 他们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说呢设置这样子的这种套餐 套餐的价格呢大概是在35欧到45欧之间 应该是属于消费者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范围 好这个是他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就是比较干货的一些建议 当然的话呢如果呢有朋友愿意去进军餐饮行业 也欢迎和我联系我也很很乐意给您做一件 好OK讲完餐饮行业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地产行业了 其实这一周呢我给大家划过一个视频 这里面是讲到了2022年对于投资性的商业住房政府的新规 就是这个新规是包括了荷兰的四大城市 重点城市里面这个不允许就是去买这样子的我们的民民住房 把这个住房改成三住友好 那那当然的话呢这次我们过来的有这个这个专业的地产服务的这样子的服务人员 他跟我们讲的是什么呢他说首先呢在阿姆斯特丹 光是阿姆斯特丹本身就有七把家这样子的房屋服务中介 那现在中介的话他面临的一个问题是 第一个阿姆斯特丹的房源已经递减了60% 第二个这个竞争非常非常大 然后消费者希望中介提供更完整更细致的一些服务 然后第三个呢他提到哈 虽然说呢阿姆斯特丹是肯定是不允许你买了房子之后进行投资用 但是呢你如果买房之后第四年是可以自住房进行出租的 这是OK的 然后呢但是呢不一定我们要锁定阿姆斯特丹 我们也可以找到阿姆斯特丹他周遭的一些suffer郊区的城市进行购买 比如说基查Poftop 或者说呢再往前面走叫Promont 或sum down的一些地方 目前呢这些城市的话呢还没有被划成这个限制投资的一个区域 就是他给我们的一个分享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最后一个行业呢 这个就是信托行业 不知道大家对信托行业的这个概念理解是怎样的 好信托信托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我信任你 我把我的服务全部托付给你 那其实信托就相当于什么呢 比如说你的公司在国内 但是你想在荷兰成立一家公司 而且你想要有荷兰的账户 但是你不想派任何人进来 只是在海外有这样子的这个业务周转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找到信托公司 他可以帮你把公司成立 甚至呢就说这边的报税和财务还有开户 全部托管完 所以你呢就不用担心你的后院的一些事宜 就可以专心在前面做好你的市场拓展 好这叫信托服务 昨天来的信托服务的顾问的话呢 他本来也是被河南央行认证的这个顾问之一 他跟我们讲到了一些信息 比如说第一个呢是 就是说现在呢 他这边是有一个这个政策 是过来的这一位这个专业顾问 他本人已经是给了一百多家公司 专门是做他们这个公司的 在本地的一个管理代表 他讲了一下呢 他们公司一个特有的服务是什么呢 我们发现其实那种 一样的公司在这边开户越来越难了 但是他们公司的话呢 能够提供因为他们呢和巴克莱银行 有这样子的合作关系 有这样子的一个信托平台 就是一旦选择了他们公司的服务 就自动的生成了海外的一个这样子银行账户 其实这样子的话呢 对着很多企业开户来 也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解答 OK我觉得呢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 就是和大家回顾 我们知道的这几个重点行业 还有呢我们的地产和这个公司运营的 他们的一些分享 然后呢希望大家喜欢 如果呢在海外投资金商有什么相关疑问 欢迎和我取得联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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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